Mayfair Modern我们就总共是171套 这个是整体来讲它整个项目比较小 然后呢这个是到八层楼高 这个呢我们就剩下最后的14套 最后的14套 这是它的进出口 就是等的是或者是接孩子都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是有地的停车位就从这边进去 然后它主要的设施是这边泳池 然后它的那个会所都在这个位置 这边呢就是那个 我们这边呢还有一卧就是一间房的 一个房一个卫生间剩下最后的五套 最后的五套 它的位置是在这边 OK 这边就是朝那个五鸡芝马路 这边是五鸡芝马路 我们的一卧的位置就是说10号 10号就是这边剩下2楼 然后4楼 另外呢就是18 18是另外一个面向 这个是朝River Range River Range这条路是比较安静的路 River Range 18号我们剩下 这间顶楼的18号 然后呢09 09是另外一个方向的 09是 这边 08 09也是顶楼的 顶楼的话它的层高比较高 你可以看得到这边它是顶楼比较高的 然后10号也是一样 这间还有 这个一房一个卫生间呢 我们的价格是从117万起 然后呢我们还有两卧 两卧的话剩下三套 两卧剩下三套 也就是说这个是06 06是两卧 06我们剩下二楼 四楼 二楼四楼 二楼之间 四楼这边 OK 22号是这间 20号之间 22号也剩下一楼的 对这个是River Range 它前面就是朝那个River Range Road 嗯 然后我们剩下还有的是二家书房 我们二家书房剩下四套 它剩下的单位就是13 14 然后04和03 它是朝里面的 二家书房是朝里面的 它是朝着泳池 OK 二家书房的话是朝泳池 我们的单位就是 我们的单位就是 呃 三号 四楼 四号 这三 这两套都是朝里面的 整体会比较幽静 它前面就是那个绿化 啊 啊 然后呢就是 十三和十四 十四是这一套 OK 十四前面前面就是泳池了 然后十三就直接在十四的个壁 也是 朝泳池的位置 这两套 啊 啊 所以整体来讲单位真的是很有限 啊 啊 然后我们 这边还有一个特别就是 我们还有两套四卧 四卧 这边是一千两百九十二 四卧 这间呢是两百八十万 我们剩下最后的两套 这两套的位置它是在十一号 十一号应该是朝后面的 嗯 对 十一号我们剩下两套也就是这个一楼 还有二楼 嗯 嗯 一楼和二楼 所以这是它的客厅 然后它的房间都是在这个位置 嗯 嗯 对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了解 记得联系我 我可以带你们来参观 这一样板间 然后分享 为什么这个是很值得购买的一个公寓